说起吴京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具有硬汉气概 不怕辛苦 成就了不少经典 是圈内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佼佼者 在刚开始的时候 吴京的名气可以说是低到尘埃 不过自从他拍摄完《战狼》系列之后 可谓是一炮而红 凭借这部戏一局打破了国产电影的多项记录 特别是《战狼2》 票房更是直逼60亿 这也让吴京成为了国内影视圈中的一个传奇人物 而后的《流浪地球》 也再次给吴京带来了一定的热度 所以说吴京也算得上是大气晚成了 不得不说出道这么多年来 吴京一直都是非常低调的 基本上没有关于他的负面消息 而且他也早早地就选择了成家立业 与谢南是一对非常恩爱的明星夫妻 其实吴京和谢南两个人的相识 也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说起谢南他是一名电视剧主持人 当时吴京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谢南的节目上面 那时候的吴京还没有爆红 在节目中谢南曾问吴京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吴京没有回答反而大胆地访问谢南有没有男朋友 弄得谢南当时脸都红了一阵子 小小的心思仿佛被当场戳破了一般 一副小姑娘恋爱的姿态 两个人也是在这次的节目采访中相识了 录制结束后吴京和谢南两人一起吃了个饭 当时的吴京对谢南一见钟情 谢南也是吴京的小迷妹 所以两人的进展很顺利 后来在2012年的5月份两人就被拍到在车里面的接吻 直接被曝光 他们两个人的恋情传出去后两个人都避而不谈 直到12月份吴京在社交账号上面向谢南表白 然后两个人的恋情就已经正式地开始了 后来在2014年的1月1日 吴京在微博上还发布了和谢南的结婚证件照 并且公布了他结婚的喜讯 而婚后吴京的事业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俗话说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在吴京拍摄战狼时 军事题材的电影并不被看好 准备倾家荡产的吴京顾虑重重 这时老婆谢南一句话给了吴京信心 搞砸了我养你 大不了重头再来 这句话直接成就了这部电影 这是多么感人的话 而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多少人羡慕吴京 现在谢南已经为吴京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宝宝 生活也是非常美满 夫妻俩还一起参加了综艺节目 两人在节目中的各种友爱互动 更是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也可以看到吴京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二头鸡 人鱼线 小腿线条相当明显 赵硕的胸鸡连自己的老婆谢南都望尘莫及 这都离不开她的日常锻炼 这部一大早的时候 吴京就赶紧抽空起床健身 除了在运动强度上比一般人大 吴京也特别注意柔韧性的锻炼 而在进行腹部训练时 吴京还让谢南坐在自己的肚子上 充当训练器材 怎料看到谢南坐的位置 网友们都纷纷直呼 太羞耻了 或许是谢南忘记还有镜头 吴京倒是反应的及时 提醒了谢南一句 谢南这才网上挪动了一下 不过两人并没有表现出异样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